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一樣就是先把夜神部分把它下載下來 另外的話,就是打開我們的APE Inventor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GQ點GQ,然後什麼呢? GQ點GQ,Cloud to App 這個網址的話就是進來之後我們一樣可以找到有關App的設計 裡面的雲端白板 找到APE Inventor這個檔案 當然期末的部分,我會希望說你們可以把這個App的APE Inventor裡面所學的 把它試著想想看,或許跟文學家 比如說我之前也舉個例子,像徐志摩 把他所有的一些生平、簡介或者他的作品,把它做出一個App 或者是說你想要做一本書,比如說針對紅蘿夢 或者是針對哪一本書,也可以啦 比如說一個人或一本書 或者是一個題材,一個什麼都可以 你們可以想想看 主要是做一個人 或者是一本書 然後呢,我希望期末,你們可以把它做出一個App出來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呢,將來當然那個App可以把它裝在我們的手機上面 然後我可以看到,OK,這個就是你們自己做的東西 那首先的話,上次上課我們有講到App Inventor 那這個,它是MIT啦,就是麻省理工學院 就是,本來是Google的東西 後來Google好像就是在2012年,就是 請那個MIT,就是麻省理工學院做維護啦 然後後來他把它弄一弄弄弄弄 現在這樣子其實已經相當的好用了 那上一次上課我們做了那個12生肖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要把它延伸 比如說我今天呢,要把這個12生肖的部分做一些 這個幾個變化 那首先的話呢,請各位第一個,先開啟那個就是App Inventor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後面,它的那個什麼呢 網址其實後面也是EDU啦 所以其實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網站 所以這個其實是連到那個麻省理工學院的那個一個主機上面 有沒有,這個網址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去下載那個夜神模擬器 那這個模擬器喔,其實不只是說可以拿來當模擬器喔 它其實 真的可以拿在上面玩遊戲耶 我還真的試著在上面玩,就是下載一些遊戲,真的可以耶 像我還下載什麼,什麼麻將三缺一是不是 真的可以耶,在上面可以玩麻將 然後在上面可以玩那個什麼,什麼什麼槍戰遊戲 什麼Free File那個,真的也可以 那我同心直接訊擺比較好 買什麼? 我說直接買電腦的比較好 電腦版嗎? 對啊,買什麼閹割設計 我沒有那麼熟悉啦,所以我只是說試試看而已啦 OK喔,反正這個東西上面其實都OK,所以呢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東西喔,就是因為有些同學喔,可能 沒有那個手機,就是Google的手機,那你就可以用模擬器 另外即便你有Google手機喔,你假設不想要 然後把程式隨時都裝在你的手機上的話,也可以用模擬器來做 那再來的話喔,跟各位講一下,那有些同學用蘋果的手機的話 跟各位講喔,那個App Inventor喔,在今年喔,好像已經推出了一個 就是for Apple的手機的,但是目前好像正在測試當中的版本 你們可以找一下,Google找一下那個App Inventor的那個什麼 這個for iOS,iOS就是蘋果電腦的版本 我記得好像有這個東西喔,如果假設呢 你要把那個版本喔,把它下載的話,那可以試試看,找找看喔 好,那再來的話這個版本呢,當然喔,它是平板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再改成手機啦,可以在上面顯示出來 這第一個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再來看一下喔,就是大概幾個重點 前面是有貓叫、狗叫,第一個練習喔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12生效,12生效裡面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要把那個12生效做一個改變喔 所以喔,這個地方,練習之一喔,是顯示對話框 所以呢,你點下去之後呢,它會跳什麼,跳一個對話方塊 裡面的話顯示,你按下的是鼠還是牛還是虎等等的 OK喔 那步驟的話這邊都有啦 我這邊用表格 三列四欄,把這個圖檔全部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做出我們類似12生效的這個12個按鈕 那12個按鈕裡面的話呢,底下再加上對話框 對話框呢,我們就寫程式 那寫程式的話基本上就是有個程式設計按鈕按下去之後,其實不是真的 不是在上面寫程式,而是用拼圖的方式 那它其實也蠻直覺的 就是當按下什麼按鈕,比如按鈕喔,你按下它,當按鈕被點選的時候 那就執行什麼? 執行對話框 所以你把對話框點下去之後找到這一個 呼叫對話框1 就是我們放了這個物件 然後呢,給它訊息、標題、按鈕文字 有沒有 然後這怎麼放呢?文本裡面有這個東西 分別把它放到裡面 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個是上一次上課講的重點 不過呢,今天我們要延伸喔 假設今天我要的結果 不是只是這樣這麼簡單 我希望能夠怎麼樣呢? 按下去之後 上面要顯示什麼? 顯示點了數之後告訴我數的運勢 不然的話你點下去,跳出一個什麼數 感覺好像就沒有那麼 那麼詳細 所以呢,這個地方待會我們要把它變更 就是當按下數,它可以跳到另外一頁 那這一頁裡面的話顯示什麼? 顯示它的運勢啦,什麼的 那甚至還可以顯示其他的 那這些資料的話,我有把它放在12生肖裡面 這個點 12生肖JPG裡面這邊有12生肖的一個試算表 那試算表裡面的話 我有把12生肖 當然你可以網路上自己找也都可以啦 這個應該我印象中也是這個網路上找的 12生肖裡面的運勢 運勢是這個 那數 這個是他的運勢 然後他的事業 然後他的愛情 他的財運 總共會有這四個東西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四個東西呢 呈現在我的手機上面的話 該怎麼做 不過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說我們如果假設跳過去之後 假設因為有四個東西 可是一個頁面的話怎麼秀比較OK 當然我們按部就班啦 反正第一個我們先可以跳頁 OK 第二個的話呢 後面會再多做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呢可以做下拉清單 也就是說假設我今天有四個東西 那因為我的頁面只有一個 我必須喔 如果沒有下拉清單我不好呈現 所以我們可以用下拉清單 不過下拉清單就複雜囉 那怎麼樣可以把我們要的 12生效的東西放在這個清單裡面 這個就是待會我們要做的練習 那所以請各位呢第一件事情 先點選什麼 點選那個APP Inventor的那個官網這邊 這是在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頁吧 第一頁這邊就有連結 那當然如果你登錄的是你自己的帳號的話 他預設會把你的專案跳出來 那比如說我那一次做的是這個 比如2021的1月1日 我這邊有個日期 那就這個 那當然程式在這邊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把這個程式 這個專案怎麼樣 先令存新檔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它變更 改成換業 換業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把上一次的這個專案先打開 然後找到專案裡面 專案裡面有個叫令存專案 什麼叫令存專案 就是有點像 令存新檔的概念 把它令存一個 然後再另外儲存一個 那名稱的話叫什麼 叫做生效的英文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給今天日期 我這邊是放2011的什麼 今天是11月25 所以把後面日期改一下 OK 把它確定 好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 我們就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這個地方先把它存檔一下 存檔我看一下目前的專案是 OK 專案部分 然後就開啟這個 20 這個 2021這個 當然你點下去 這邊會顯示 那你的專案 這邊就會有個新的專案名稱 你確認一下 沒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我是希望點下這個按鈕 不是跳一個對話方塊 而是跳另外一個 新的螢幕 所以喔 第一步可能要先在這邊 點一下新螢幕 然後讓它跳過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好